哈喽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众人秘岛寻宝藏,被九头妖怪袭击的事件,许德拉。 话说,一个古老的传说,在神秘的魔鬼岛上埋藏着大量古代宝藏,一只研究考察队并来到了这座岛屿,正在进行探险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,他们惊动了岛屿的守护者。 这时,一个长着三个头的怪物许德拉出现,纷纷中将几个人撕成了碎片,最后只有女科学家幸运地活了下来。 时隔数月,一只豪华游艇来到了岛屿附近,他们一行人不是为了什么宝藏,而是来到这座岛屿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捕猎游戏,而他们的捕猎对象是四名从监狱抽选出来的死球,而杀死一名死球的奖金是一千万。 就这样,一场你追我赶的游戏即将拉开,为了安全起见,船长安排了两位壮士前去查看。 当两位壮士来到岛上时,并遇到了许德拉,壮士立马对其扫射,打掉了一个头,可许德拉随之又长出了两个头,很快两人便领了便当。 次日游戏制式开始,猎物四人被先前送到了岛上,来到了岛上,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在多处地方制造了陷阱。 第二天早上,四个猎人也准备着,带着自己的武器随之出发。 他们一行人全然不知危险,正在步步逼近。 四个猎人分开了行动,胖子大叔不巧的是中了他们设置的陷阱,腿被砸了个透心凉,不过并不影响比赛。 当猎物和猎人碰面时,那个女科学家跑了出来,许德拉也随之跟了过来。 一行人见到怪物,把腿就跑,可胖子因腿部受伤,成了怪物的口中餐。 本想是狩猎的,自己却变成了猎物。 许德拉也随吞噬人类,身体发生巨变,越变越大,瞬间长到了一百米长。 另外一伙人跑到了安全之地。 女科学家跟他们说,如果想要对付妖怪,就必须找到一把千年大宝剑。 但只是个传说,只能半信半疑。 开始了寻找宝剑的侦途,一伙人找到了一个山洞,找到大宝剑就必须找到神的祭坛,而祭坛很有可能就在山洞深处。 说着,一伙人并进入山洞内部。 另一方面,几位猎人也都成了许德拉的口中餐。 此时的许德拉已经长到了五个头,猎物一伙人随着山洞的轨迹来到了神的密血。 这时,许德拉也赶了过来。 女科学家为了掩护男子拿大宝剑,牺牲了自己。 男子拿起大宝剑,奋力地向许德拉砍去。 在一顿比拼下,男主成功地砍掉了许德拉所有的头。 在此过程中,其余人都成了许德拉的口中餐。 这时只剩下男主和女主了。 俩人一起离开了山洞,并登上了邮轮,挟持船长夫妇。 本以为可以和女主回家幸福生活的, 谁知许德拉也跟到了邮轮, 并且吃掉了船长夫妇。 男主只好再次拿起大宝剑。 最后,许德拉没能战胜拥有大宝剑的男主。 男主得到了四千万奖金, 并和女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这里是问,如果给你四千万, 你愿意来到这个岛上消灭许德拉吗?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